Dbuff跑酷 玩家选择晕头专校外雪buff 或者二断跳异地雪buff 最后能否龙场塞到到达终点 什么 Dbuff跑酷 听过Buff跑酷 就没听过副buff跑酷的 要是给我来个禁锢或者混乱Buff 那还跑啥呀 放心 这次的副buff是选择的 一个是晕头专校加外雪buff 一个是二断跳加异雪buff 两个有好又有坏 看起来也不是很难嘛 我当然是选一雪buff 我可不是他那个万能的二断跳哈 是因为只有一雪对我来说才具有挑战 至于晕头专校加外雪 太没挑战性了 你确定选一雪 到时候输了可能是我外雪欺负你 谢 输是不可能输的 我要拿出一个月的奶茶钱和表姐你对赌 你要是能赢我 少奶茶我都包了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快开始吧 忘了告诉你这还是空倒邪神跑道 就算外雪 也会不小心失足掉进虚空哦 我就先走一步啦 我来 What 嗨嗨 1515 因为这个雪层高低差我还没适应过来 就当是乐乐生 我和表弟你是技术本来的 一见过都是一大堆 我就是小小鞋色银浆嘛 你看我按住后退键 跟个没事人一样安全下去 牛逼 这玩意算是给你发挥到位了 下一关是冰锥鞋层 要我说难度也不大 完全在掌握之中 糟糕 忘了自己是晕途最像的状态 再加上滑滑的冰块 难度还是有那么溜溜的 哈哈 可算到表姐头疼的地方了吧 切 这么傻头疼的 小小鞋追对我造成的伤害不多 直接踩着下去就好了 跟第一关一样 只需要按后退加跳跃剑 谁让我是万学玩家呢 好好好 万学玩家都这么为所欲为的吗 下一关是刺球加剧死墙 这可是你的噩梦难度 只要刺球再生 加上晕头正向buff 想不掉下去一次不可能滴 我就先用二段跳灵敏滴下去得 让我看看 我去 这还真是噩梦极的难度啊 现在也只好用着头皮碰碰晕起来 不可以 别 真是给我弹晕了 表姐 你再不下来 我可要自己到终点去割 嘿 小表弟 我给你刚刚订了份外卖 你去看看到了没 嗯 外卖 哪里哪里 我去哪儿下 啊 可算拖延了一会儿时间 这次我们走去水墙上边 就算刺球在身上 也不会影响脚下这样的方块 嘿嘿 吧 好啊 表姐你居然耍我 我早半天都没看到有外卖 这叫兵不厌债 我只是给表弟你上一口 让你提前见见社会的险恶知道不 社会的险恶我是没见过 了解的险恶倒了见了不少 第四官式的刺球 有超级要断跳下去也是非常简单 你还要解释不能被帝子扎到 我才是物理平地呢 勇往之前冲啊 我承认表弟你有点东西 但后面全是高位毒液快 完全限制你带二段跳 请问你如何应对呢 这不是有硫磺金砂吗 二段跳可以减免一定高度的落地伤害 这样我跳得更高 也就可以更精准地找到安全的落脚点啦 拜拜 还让这小子装到了 我也跟上才行 嘿嘿 表姐 这最后一关可又是你的噩梦呀 不知道晕头正向的你 怎么跑得过呀 哎呀我没想到这张图书处处针对晕头正向啊 要不表弟你让着我点 咱们公平正中意吧 好行行 既然表姐都求我了 那我就答应表姐不用我的二段跳吧 嘿嘿果然是吗 冲 再见了兄弟再见 不是 这怎么看 都不像是晕头正向 霸佛能跑出的样子吧 你不知道吧 我偷偷更快了方向见 这样就等于晕头正向霸佛不存在啦 今天我就明明前前喝一杯喜茶吧 快买单 哎呦 早知道就不装了 不 他灭雪冰城可以不